受救人員深入扭曲變形的車體內 尋找罹難者及生還者 但眼前支離破碎大體 別說一般人難以承受 就連救難人員都出現了創傷症候群 回來之後難免心理上面會有一些 稍微一些壓力 那我們同仁都有一些專業的素質存在 但是這麼大的場面也是沒有看過 那以我自己個人為例的話 回來之後其實感覺上是還好 但是其實睡覺就會突然 自己就會大概起來個三次 大開始回來的時候會有點睡不著 可是有開高聚會上面 四十幾位的拟耐者也都是修復完成 也交由家屬領回之後 心裡的一塊大石也放下來 現在也比較好睡 基隆21名投入救災 消防隊員來到清安宮 在道士的祈福助導下 消災祈福 尤其是如果參加這種東西 畢竟是新生救助人的事 不是說這個人不是因為我們來發生這件事 所以我們把它兵持著一個滋鼻的心態 不用怕贏了 回來就不一樣的 不會怕去救助宗教的一個信用 道士幫忙隊員進身 一一過火 洗滌身上的晦氣 讓媽祖避佑隊員身心平安回歸正常生活 我們是希望說他回來以後能夠透過這些心靈課程 如果說有睡眠 比如說晚上比較睡不好覺的 那那些同仁能夠得到一些心靈上面的一個虎味 對啦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他們一個說吃個媽祖餐吃個平安餐 怕這樣哭到後 為了父母也這個隊員全台 沒有人辦 我們來辦 表示說我們既然是這個消防宮 公路非常大 要不非常勇敢 政府可以重視這個心理層面 然後我們今天清安宮也來一個拜拜祈福的儀式 然後希望未來我們市政府可以多重視 我們消防隊員 救難隊員的這個心理層面的一個修護 然後希望有一些課程可以提供 然後或者是一些相關的資源 救人救災 出生入死是消防隊員的職責 儘管沒有選擇權利 但後續身心靈的輔導 確實需要政府及社會多一點關心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